前几天很多粉丝爱的我说 天冷了 该吃咕噜咕噜 热乎乎的关东煮 我是小雨 今天一下班就和闺蜜去买食材 我是一个不爱吃萝卜的人 但关东煮里的萝卜绝对例外 模具棱角 中间画十字 方便入味 便利店里的福袋大多是鱼子馅的 但我推荐你们一定要试试年糕福袋 用海带或者年线细口 烫过水的白菜里包上千张 卷一卷 插上千字 模具真的是好吃又没有热量的东西啊 海带切成长条 打个结串起来 话说你们知道关东煮是起源于日本还是中国呢 萝卜不宜煮熟 所以我们先过一下热水 同时去除它本身不好的味道 油炸类的也是 你们看这样串串的油啊杂质啊就会浮上来 到时候关东煮的汤就会清澈鲜美了 昆布要提前泡软 煮开后夹起 放上墨鱼花 这就是章鱼小丸子上下的那个 是日本常用的食材 调个味自己尝一尝 偏咸一点就是好了 接下来就是最治愈的过程了 放入所有的食材 甜不辣 鱼饼 竹轮呀 磨鱼丝呀 这样的关东煮吃起来特别清爽 不容易长胖 非常有满足感 福袋吸上满满的汤汁 年糕软软糯糯 大白萝卜来一口 嗯 贝吉翅 这个跟便利店的简直一样 爆浆之势一玩 外面卖的哪有这样啊 这鱼子简直快溢出来了 不说了 剩下来的跟闺女一起吃 点